近日一条由网络博主卧底调查的广州代孕乱象视频引发了关注 该消息是一度冲丧了微博的热收 视频中还曝光了代孕圈的不少内幕 比如全包65万 选择性别的话85万 想要双胞胎或者是龙凤胎再加10万 此外还声称连清华的美女硕士子都能找到 今天是XX金融专业的一名学生 身高是169 学历身高体重年龄爱好 后付几张生活照以及一段自我介绍 你以为这是在选美吗 不这是在选卵子 根据女生的学历样貌等级 卵子的价格可以从3.5万开价到十几万 如果出价够高 连清华的美女硕士的卵子都能提供 此外中介还表示 报价85万可以包生男孩 三胞胎和同母异父双胞胎都可以定制 而包生男孩这一项对代孕妈妈十分残忍 一旦发现是女孩就要做人流强行打掉 视频中一名曾在广州某家代孕公司工作的员工称 目前广州约有400多家代孕机构 其中小机构和个体户占到了九成 一年能拿下100个订单的属于广州前十的代孕机构 目前广州卫健委工作人员表示 当地相关部门和网信办已经介入调查 那肯定是严打的 但是要有证据 要有线索 我们才能去查 处罚只能说是医疗机构的话 如果是医疗 医务人员的话 那就吊销资格阵 但是如果是社会人员的话 那我们只能说处罚 按照它的违法所得 做好被处罚了 律师表示 代孕产业相对于其他行业 处于法律边缘 依据目前的法律条文 只能对正规的医生和医疗机构进行管理 而对于相关中介则没有执法依据 只有规范效力 目前一些代孕机构 也会将交易协商的地点 代孕妈妈的住所 以及手术室等分开 故意规避检查雷区 以此逃避责任 请不吝点赞订阅